目前这个番茄苗 长实非常好 这个高温剂去预防 这个番茄啊 它那个病毒病 其中有机点我们需要做 看,百分之 很多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泰哥 这个秋盐番茄 病毒病 是一个比较麻烦 难缠的一个病害啊 因为它是治不了 一旦发生病毒以后 你只有拔秧的份 所以说病毒病主要在前期的预防 那么怎么去预防?首先一个 大家看到了 番茄磕子稍微一晃 那个白色的 小飞虫都开始跑了 那个是白粉狮 它呢,传播 这个病毒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说呢,我们想要防止病毒病 首先切断它的传播源 如何预防白粉狮 实际上白粉狮是最难预防的 这个虫月小 会飞 都是比较难预防的一些特点 我们这两年的一些预防心得吧 首先呢,第一个呢 是用浮冲胺 加上那个塞虫禽 再加上笔饼梅 这个三原复配 这个浮冲胺和塞虫 它就是起来杀灭这个白粉狮的 那个比饼梅呢 它就是来杀灭虫卵的 我们有些朋友 就是说白粉狮打了一遍 打不住 实际上就是因为 一些虫卵 你没有去刻意的去防 通过这种方法呢 对预防白粉狮 目前这个配方呢 效果还不错 大家可以尝试使用